消费有限领,非典单一品,我是主持人静 如果你家里有电车,那么这期视频肯定能帮你省钱 最近充电费涨价充上了热搜 有的地方一夜之间涨幅超过80% 这谁受得了啊? 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普通家庭油车百公里油耗大概是6到8升油 按照7块钱一升的成品油来算的话 价格也就是42块到50块钱 而主流的新能源电车百公里电耗是15度电左右 按照2块钱一度电来算的话呢 那就是30块钱了 照这样下去啊,电费都要赶上油费了 以前咱们是里程焦虑 现在连充电都有焦虑 不过有很多聪明的车主呢 他们在充电之前会打开很多充电APP 或比三家之后呢再去充电 咱们今天就来测一测 到底哪一家的充电APP最好用 我现在在北京798里面啊 这边有商圈,有办公室 还有很多文化产业的聚集 我下载了5个充电APP 分别是新兴充电,特莱电,一充电,开麦斯 还有这个快电 我会对比他们附近搜索到的充电桩数量 还有他们的一个电费价格 新兴充电附近5公里内有20个桩 充电费显示呢是1块7到1块8每度电 一充电5公里内有5个桩 价格呢是1块7 开麦斯5公里内呢 有5个桩价格是1块6到2块 特莱电5公里内有7个桩价格是2块7 快电5公里内找到55个桩,电价是1块49到2块钱 快电APP它除了能找到大部分品牌共享充电桩之外呢 还能找到小鹏,蔚来,还有极客这些车企桩 而且还能找到一些减免停车费的充电站 打开地图啊就能直接看到充电站的价格和有可用桩的数量 还能显示占用桩的充电进度 在充电高峰期需要排队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有用 交互体验做得很人性化的呢 是这个周边服务功能 可以找到附近最近的卫生间,便利店还有餐厅 这样充电的时候啊就不用在车上干等啦 还有这个车友印象功能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因为有些停车场啊它可能会有一些隐藏收费 所以车主去充电之前呢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友印象里面的一些评论 可以提前排雷 快电APP综合评分4.8分 新充电的搜索呢也是比较全面的 它连网了特来电,一充电,还有这个开麦斯 都有非常详细的停车收费介绍 而且呢点开地图直接就能看到附近充电桩的可用数量 还有他们的一个迟时电价 点击进去之后呢直接就能看到下一个时段的一个电价 所以如果你充电不是很着急的话 可以等到下时段便宜点的时候再充 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 它不能显示周边的任何一些设施配套 所以车主充电的时候想要买瓶水啊 回去穿个洗手间啊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新充电APP综合评分4.7分 国家电网旗下的一充电呢 虽然说搜索到的充电桩数量不是很多 但他们分布的位置呢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价格是比较稳定 我这边搜索到的风骨店价的最高是去到1块7 点开地图啊就能直接显示附近可用装的数量 还有他们那个实时电价 但给我推荐的大部分充电章呢都是要收停车费的 加户体验呢也做的不算太好 虽然给我显示了附近一些餐厅啊便利店还有洗手间 可是我实际点击进去之后呢 显示服务已经下线 一充电综合评分4.5分 开麦斯它的店价呢其实是有优势的 我这边找到风骨店价平均下来是去到1块6 因为它自营的充电站啊都能减免停车费 充电桩还能提前预约 可是交互体验啊确实不咋的 点开地图它看不见实时电价 只能看到附近充电桩的一个数量 而且啊它只能找到自营桩 所以出了城区之后呢充电桩的数量呢就变得很少了 开麦斯充电APP综合评分4.3分 特兰电虽然说它整体的交互体验呢是做得不错 该有的都有 但是它电费高服务费也高啊 我这边找到一个风骨店价呢 平均下来啊都要去到2块06了 虽然说它也能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充电站 但是距离都比较远啊都是那种大型的充电站 我个人认为为了充施电来回跑个十几公里呢 不是很值得 特兰电综合评分4.2分 在我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左边这个手机是星星充电APP 右边的手机呢是快天APP 显示离我最近的充电桩啊 都是在地图的一个右手边 两个桩其实相差了不到100米的一个距离 星星推荐的是国家电网的一个桩 价格是1块7 最大功率是60千瓦 收每小时5块钱的停车费 快天APP推荐的是红杏泰来停车场充电站 电价是1块54最大功率是120千瓦 免两小时停车费 这时候快天APP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了 我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两个充电站他们的电价是差不多的 不过差就差在服务费上面 有的运营商为了竞争 他们就会将停车费还有服务费给打下来 吸引更多的车主来这里充电 所以整体的充电费用呢 就会比去一些品牌共享充电桩来得更加的便宜 不过单独的个例也不能代表全部 我常常将这个定位改到北京国贸 中关村还有五克松这些比较大的一个商圈 发现快电APP依然能找到这些免停车费 而且价格更低的充电站 这会不会是那些低价引流的宰客装呢 当中会不会又有什么消费陷阱呢 我决定换个地方实测一下 我现在在北京欢乐谷附近啊 用各个APP都收了一圈 发现五公里以内大部分的充电站呢 风谷店价都允许到一块七到两块钱的 还是相当的贵的 我找了两个相对比较便宜的 一个呢是星星充电给我推荐的 北京欢乐谷充电站 风谷店价的是一块七 另外一个呢是快电APP给我推荐的 北京大柳树充电站 风谷店价呢是一块四七 走 咱们现在继续实测一下 根据快电APP的指引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大柳树充电站 上午的时候啊 风谷店价呢是去到一块四毛七 但下午来到这里 一天最贵的风谷店价 只去到一块两毛九 电费竟然降价了 哎 不管了 咱们先充十度电 看看有没有隐藏收费 咱等待期间啊顺便也测一测快电的这个周边服务功能 它附近200米内的配套设施呢 我都逛了一遍 信息呢是准确的 跟着地图就能轻松找到 而且我也如愿的上到了卫生间 真的要为他们这个周边服务功能点个赞 刚刚我们充了10.11度电 实际产生的费用呢是13块03 实测下来没有任何的 理产收费也没有停车费 如果按照一辆家庭车 50度电能充满的话呢 这边充电大概是夸64块5 根据新兴通电的指引啊 咱们现在在北京欢的鼓充电站 实质电价呢显示是1块7 那咱们先充十度电看看 OK 咱们现在充完了 一共充了10.8度电 实际产生的费用呢是18块45 算上5块钱的停车费 一共是23块45 50度电充满的话呢 在这边充满呢要花85块49 加上5到10块钱的一个停车费 起码都要上到90块钱了 最后总结啊 今天实测下来 发现这个快电APP 它整合的资源呢会更多 而且还能找到隐藏在城市里面 相对便宜的一些充电站 而新银充电 一充电 特来电 还有开卖师 这些APP呢 其实也能找到低于风骨店家的充电站 但是都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相对来说 时间成本呢会高一点点 市场电价确实是涨了 但是只要你错开风骨时间 并且用对了充电APP 电费重回一元时代 还是能做到的 干聪onerby exactly 明镜利